如果说《葵拔戏》是中国人心中属一属二的动画电影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这部动画就被很多人拿来跟他做比较 它是中日合拍的作品 有趣的是在当时上映这个汉批制作组在拿来推广时 用的画面和镜头直接劝对了很多成人观众 因为看似幼稚的金色藏拗加上一点都不帅的男主 很容易让人产生这就是一部低龄化的动画 但是我敢保证只要去看过他的人 基本都会被他触及到你内心深处的揉络 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看看他到底讲了什么 男主田静从小跟妈妈一起在西安城里生活着 直到十岁那年妈妈因兵去世 无疑无告的田静便跟着一位叫嘎望的云游者前往了青藏高原 去那头奔独自在草原生活的医生父亲拉格巴 田静对拉格巴的印象几乎没有 因为他才在强暴的时候父亲就离开家了 拉格巴的帐篷门外有两只狗 小了叫拉巴 可能这才是亲生儿子吧 田静和拉格巴相见时 两人的目光中都带着生疏 特别是田静 嘎望跟拉格巴寒暄几句后便离开了 留下剧情的田静小心翼翼地走进上棚 他看了一眼满屋的药瓶 这时拉格巴给了他一头新的衣服 田静有些声音地喊他一声 爸爸便于不是叫你啊 随后没有继续说下文 其实他想问的是 为什么在妈妈生病的时候 爸爸不在他身边 要是当医生的爸爸在 也许妈妈就不用死了 第二天 一位叫索纳姆的青年起马而来 一见到田静就开心地跟他打招呼 接着他对正棚外排队的病人大喊 责备他们不懂事 打倒拉格巴跟儿子的第一天团聚 拉格巴却说没关系 他还让索纳姆用这时间 去叫田静怎么放羊 无奈的索纳姆就带着田静去放羊了 田静后期 为什么当医生的父亲还有养养 于是索纳姆就耐心地告诉他 拉格巴是当医生是养活活他自己的 因为他总是不收穷人的钱 田静又问索纳姆 为什么爸爸愣下妈妈不管 索纳姆便告诉他 当初田静的爸爸妈妈 是在城里相识的 那时候他爸爸在城里学习 两人成婚后来到了草原 可是当妈妈适应不了草原后 便带着田静回到了城里 之后两人似乎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天早晨 田静从包袱里拿出一根笛子放在怀里 这笛子曾经是他妈妈最珍贵的东西 所以拉格巴托让田静一个人去放羊 还说在这里想一味地依靠别人的帮助 是活不下去的 田静带着狗狗拉巴去了 但他一个人着实有些费力 他去赶一只羊回羊群时 竟然遇见了一只黑熊 黑熊向他靠近 田静吓得腿乱 拉巴也吓得想要挖洞逃走 这时一只金色的藏狗冲过来把黑熊撞飞 他死死地咬出黑熊 把黑熊赶跑了 第二天田静在思考 这这藏狗是谁家的时候时 他却被几个本土的小孩子弄石头 他们想看看城里拿着孩子有什么厉害之处 田静被搞得只能躲起来 最后他们觉得无趣就离开了 田静瞬间憋屈了 其还埋怨到东西不好吃 养不听话 爸爸不讲理 这时候的拉格巴正在外村就证 这时候他发现有一户人家被野兽咬死了 与此同时 田静发现羊群不见了 等羊跑回来时 后面就追着几只狼 幸好叫怒夫的小孩早发现了狼群 跟索纳姆他们汇报 在吉时代的藏狗们把狼给赶走了 狼跑了 可是之前那只金色藏狗却来了 他竟然直接想向藏狗王挑战 但藏狗王比较聪明 只是让小弟先上去探他屈时 第一只上去的藏狗被他一击打倒 第二只上的却是母藏狗 哪日 公藏狗是不跟母藏狗打架的 这是规矩 所以金色藏狗一直防守 结果被纳瑞带着摔下了悬崖 索纳姆预测两只藏狗都必死无疑 但田静还是跑到悬崖下去却凳 结果发现两只都还活着 于是索纳姆他们都把狗狗给运回了田静家 加了拉格巴的学徒梅朵拉姆在 于是他先治疗两只狗狗 没疑惑拉格巴回来了 他为金色藏狗缝 处理完藏狗的伤口 拉格巴从梅朵拉姆回去 途中 梅朵拉姆问他跟田静聊过没有 拉格巴只说田静心里恨他 而他希望这份恨能让田静更加坚强 梅朵拉姆却觉得田静更需要的是父爱 但拉格巴不听 拉格巴却跟长老们汇报了今天的所见所闻 他说那无人加被野兽咬死 加禽都被咬死 可是野兽却没有吃了他们 简直是以屠杀为乐 夜里 金色藏狗伤口发作醒了 他自压裂醉地对着田静 为了让他熟睡 田静用笛子催起了妈妈叫给他的安眠去 金色藏狗真的安静地睡着了 第二天 娘是狗狗的神龙活活的 但金色藏狗因为戒备心不肯吃肉 田静便真诚地拿着都伸到他面前 他还故意假装要咬田静的手 用嘴巴喊住后 田静也没有缩回手 金色藏狗这才肯细嫩他 并吃热起来 恶母藏狗那日喜欢上了金色藏狗 即便藏狗往来接他 他还是选择了金色藏狗 金色藏狗在好起来后 就留在田静家想要报答他 每天帮他放羊 而那日像个跟壁虫一样 一直跟在金色藏狗后面 这天诺普第一次靠近田静 他还帮田静为金色藏狗取了个名字 叫多吉雍之 传说多吉雍之是昆仑山脉的一颗金色的石头 就像金色藏狗一样晒晒发光 在草原上有一群强盗 他们从来不打切草原上的人 但强盗头子加诺的弟弟法茄 却爱上草原上的女人诺茜 于是他想进门洗手 跟诺茜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可加诺不同意 法茄就直接离开了队伍 难了一天夜里 法茄被神秘野兽给杀死了 加诺带着手下去掉现场时 多吉也在附近 加诺就以为是多吉杀了法茄 就一路追着要杀死他 一路追到拉格巴的帐篷前 才停了下来 而诺普的奶奶是个卖假药的 因为拉格巴跟大家说 他的药不行 导致他卖不出去药 于是奶奶就上门找他要赔偿 最大的加诺直接就想要杀了多吉 但前进拼了命的想要保护多吉 没想到的是诺普奶奶也护着多吉 可这时加诺的父侍和萨摩多 趁大家不注意 且吃了梅多拉木 威胁拉格巴加误出多吉 也在这时长老来了 经过他的劝说 最终加诺同意当村民共同裁决 村民们都聚集在一起 加诺一口咬定就是多吉干的 他还说自从多吉来到草原后 才发生了这么多的坏事 他还恐和大家说 下一个倒霉的人不知道是谁 加诺的言论当村民们都恐惧不已 纷纷开始同意杀死多吉 波果庆情况不妙 穷一杯烈酒 醉倒了看守多吉的人 然后他帮助田径一起带多吉逃走 而在会上 拉格巴拉加冷静下来 他说自己在尸体上发现了毛发 但却是黑色的 而多吉的毛发全是紧色的 应该可以利用这个点 做突破狗打消大家的猜忌 结果这时有人来说多吉逃走了 于是村里又分成了几队要去追 失去弟弟的加诺也想去追 但在这时 游泳者卡旺最带来的多吉不是凶手的真相 这是他在旅途中听到的真实 他在草原上有一户人家的哥哥 被那只神秘野兽杀害了 而那死者有一只狗叫云金 他回来后发现主人被杀 就一路寻找那野兽的气息离开了 而那云金就是现在的多吉 这也是多吉为什么时常不见踪影 而且还会出现在法界势力附近的原因 现在知道了真相 拉格巴他们立马出发 寻找多吉他们 多吉和那日带的田径和诺普 一直追着神秘野兽的气息 追到了雪山 在那遇见了暴风雪 田径和诺普直接在导睡着了 于是养着狗狗就爬在他们身上给他们取暖 当天径醒来时 他将被队长诺多把他的队伍给救了 诺多他们是从对面村子来的 他们被村子那神秘野兽给袭击了 自伤无数 所以他们也是来追杀那野兽的 诺多含这只野兽为了罗刹 整顿之后 诺多他们继续出发了 而脏狼王一带的脏狼们一路追来 聪明的迦洛利用脏狼王找到了多吉 眼看加洛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啥子多吉时 恐怖的罗刹响声 响了起来 多吉他们立马冲向那声音的圆圈区 而那里 洛多等人已经全军覆灭 多吉在看到罗刹后 也丝毫不惧 决定与他对峙 脏狼王带的脏狼们纷纷攻击他 但都被轻松打倒 最后场上只剩下多吉 多吉速度敏捷 但他进攻因为体型限制 很难伤到罗刹 这时达哥巴找到了田径 田径喊他快点帮多吉 但那个巴却说多吉这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 而独自战斗着 所以不能插手 打了许久 灵活的多吉利用地型优势 而伤到罗刹的右眼 在这时 卑鄙的迦洛却朝着罗刹开枪了 他不想杀害弟弟的凶手 被罗刹干掉 即便到了此时 他还是无脑地认为多吉 就是杀人凶手 之前如果不是因为忌惮长老 他们会结合族人针对自己 他早就直接杀死多吉了 而自大的迦洛才刚狂妄 就立马被罗刹扑倒杀死 这时多吉冲过来保护了其他人 多吉因为被罗刹找到空隙 一次攻击就让多吉直接中伤 这次纳着出来想要保护多吉 多吉无法接受有人挑衅自己 越是转移目标 有点难得出手 只要多吉再次调到罗刹的脖子 四次咬住他 即使多吉的身体重重地按在山边摩擦 他也绝不松口 这次攻击 基本是伤敌一千 子存八百 最终多吉无法忍受不肯带来的疼痛 而边吐血 边甩下山坡 然后身体撞到一块凸起的石柱 惨死了 多吉沉沉巍巍地走到了罗刹的背上 捧住了胜利的嚎叫 也算是在对天上的主人宣誓 自己替他复仇了 随后他虚弱地倒下 田径着急地跑下去看他 但这些战斗太过激烈 导致引发了血崩 这个灾难让多吉再次睁开眼 一把将田径囊上背 他用尽最后力气背着田径狂奔 然后一跃来到对面的悬崖边 多吉的重力人生在这一跃而宣告中间 泰晴错过了一次保护主人的机会 而这一次 他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去守护自己的新主人 田径 与此同时 在这一刻 藏狗们都为他爱好 用藏狗最高的礼仪去送别 虽然多吉永远地离开了这片草原 但多吉和纳子生下的孩子 却会传承多吉的精神 继续守护这片草原 以及自己的主人 他的生命将以全新的形式再次延续 田径从多吉身上 学会了敢于向任何困难挑战的思想 最后田径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作为医生在草原生活的下去 而他也更加珍惜人类与狗这珍贵的友谊 虽然父亲没有给他太多的陪伴 但是在这里 他相信他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对大草原 他也不再那么抵触了 这个动画看完 让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平分9.4分的《种犬八宫》 虽然整体内容差八宫很远 但是设定上都是想表达出人与狗的感情 看似平淡无奇的剧情 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被导演牵着彼此走 谁都看得出来 那哥巴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但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医生 故事又展开 让很多观众会忍不住对这个父亲吐槽 这是一份扭曲的爱 不要视频成的人 你能否接受自己的父亲在外 心下正义 可是就没有尽到一点父亲的责任 你会因此感到骄傲 还是会感到憎恨 因为解说了时常原因 我没办法将一些知情也体验出来 我只能告诉你 整部影片的决策 包括父亲的刻画都不会显得虚实 这就形成了 你再去观看原片的时候 即便已经知道了 大致的剧情梗干 但你能诸会被其中的温馨给暖倒 对象那只神秘野兽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不可能会是多济 但是如何冲破这个疑点 导演用一个小孩子和大男 都能异懂的描述手法而揭开 以至于不会让剧情 从多济男主转向 跟完全不是主要角色的盗贼 形成冲突 而增加无脑的剧情 全面最为感人的桥段 无非就是结尾护主的桥段 导演很明白关注想要的是什么 虽然关于神秘巨兽的介绍 基本没有 但只看到片尾高潮的这个时候 巨兽为什么出现 他是谁 还重要吗 那段多济和他的战斗 虽然不是多么帅气的视觉体验 但是却也当能着实享受了一次 关于野兽较量的视觉体验 真的强烈推荐观看原片 我保证这部动画 不会让你失望 至于开头提出的问题 回答和赞好多济 到底谁好 其实还是要看哪一部片 做到你内心的最深处 让你产生共鸣 不要视频前的你 如何认为呢 我是少年 又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想要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这个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